他們今天的對手就是一號種子的前田美信和抹江聰子 反而這一隊一號種子的組合 今年只是打了三個進入到一個半準決賽成績 今次的賽事是他們第一次打入決賽 所以反而二號種子的組合在今年的發揮比一號種子好少少 但是如果是講經驗來講 前田美信和抹江聰子應該就會好些 因為他們出到比較早些 而且他們之前幾年已經在女子雙打這個項目 其實一直都在比較前來的位置都是前十名的 反而是雙熙和回岩令街這隊可以說是近這一兩年才開始冒起的組合 變成一號種子的前田美信和抹江聰子應該都可以說是值得在這場看高半線 但是打起來會不會是這樣呢 因為剛才的男子丹打已經是幾乎爆大冷 一直都被看高 不要說一線 絕對大業門李宗偉幾乎是輸了給基特 變成這場球其實都仍然有變數 從表面實力來講 確實就是 援岩令街和騰井瑞熙應該就會有處於聯繫 但是如果他們在心態方面可以擺好 沖住自己的施者的心態 我相信這場球都仍然有機會 是 見到這兩年的進步 世界排名也是飆升到第四位 是今次賽事的二號種子 就是騰井瑞熙和環岩令街 剛才提到今年打了十七場球 十二星五負 在今次的進級過程中 第一場就是第二圈的賽事 比較輕鬆 接著是半準決賽 還有打四強的比賽 相當辛苦 都是要打三盤 分別就是有擊敗了韓國組合 鄭景銀和金河南 另外昨天就是贏了潘洛欣和鄭影雪 見到前田美信 自己的拍檔 今年已經是三十歲的抹江聰子 世界排名第三位 這次賽事一號種子 兩位在今年的戰績 就是八勝六負 剛才提過 今年在三項賽事中 打入八強 這次印度公開賽 發揮得相當穩定的情況之下 所以順理成章 來到決賽的位置 見到進級過程 分數也不是太有威脅 對手沒有給他們太大的壓力 只是在昨天那場球 第一局 印尼的組合 查爾哈利和波利 跟他們咬得很緊 第二局 明顯他們佔有體力上的優勢 變成比較大的比數 但是在昨天的比賽 我們看到 抹江聰子 曾經有一段時間 處於一個 不夠氣的狀態 也看到 可能這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年紀 比較大些 因為以往來說 他們這隊組合 就是以韌建青 但是昨天經過多辦之後 我經常見到 抹江聰子 就彎下腰 是需要調整的 反而就是比較fit的 球員就是 這個前田美信 但是今天的對手 理論上那個年紀 是比他們輕 而且是心態上 是衝著他們來打的 而且進步 也是比較快的 這個組合 相信今天這場球 應該都有一段時間 但是尤其是 日本的女商的打法 一般都是很相類似的 都是以防守見青的 相信今天這場球 將會有很多 這些多辦的情景出現 紅色三一隊 今年之前 曾經是打入全英賽的決賽 不過當時就是輸 我比于陽和黃曉里 兩隊的組合 之前是打過一次 不過已經是兩年前 日本公開賽 當時就是 師姐他們的前田美信 和抹江聰子 他們在三局的賽事裡面 是擊敗後背 因為自己國家球員 但對女不是誰實力強一點 因為大家很熟 所以真的要看臨場的發揮 是 好了 前田美信先來開球 而接發球的就是 騰井瑞希 稍微高一點 紅色三這一邊 高一點那個 就是環藍 寧街 他們的比位 就是 一般來說 騰井瑞希 會在前面掃檔 而這個 門岩令街 就屬於那種 攻擊手 另外一邊 也都是 抹江聰子 主要是 前面控球 而這個 前田美信 在後面掃檔 所以 大家都有一個 拐子手 但是那個拐子手 就並不是好像 中國隊那些 真的殺敗的人 真的殺敗很重的 但其實兩邊都是傾向防守 對 好 這球球殺的點 殺得很好 一個車先 攻向 騰井瑞希的正手 剛剛優位 應該是環藍寧街 湯江聰子 開球15 還是屬於開局 未完全進入這個比賽狀態 2比2 可以預見 今天的賽事 應該是 速度一定是偏慢的了 因為兩邊都是 防守型 但是到目前來說 雙方都未進入狀態 所以 仍然有很多 無謂的失誤 客數都不是很多 當然 對四位來說 一場賽事 完全沒有壓力 自己人 打自己人 當然就是 為了 要爭奪 一個冠軍 個人的榮譽 沒錯 最輕鬆的就是 日本隊的教練 可以在場邊 輕鬆的 看自己運動員的演出 對 3比3 門岩的發球 很多時候有些 釣球 高球 這些 就是 當日本 組合自己 對壘的時候 就會比較多 其實看回這兩 這幾年 叫做 亞洲的選手 那個年紀 都已經是有一個調整 都會是 佔趨不大一些 仍然繼續打 以往來說 我想 退役的年紀 通常都比較早 26、27 對 女志運動員 但是現在 有很多打到 30歲 甚至超過30歲 張寧 都還在這裏 繼續堅持著 當然 我用堅持 這個字 也未必是 那麼合適 因為始終 你都要享受到 這個羽毛球 你才可以 繼續投入 因為始終 就是羽毛球 運動員的 平時的訓練 就真的 非常之艱苦 就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 頂得住 其實這樣 比較上 現在的年紀 的趨勢 可以說是拖久了 那以前 是不是戰況 即 比賽的經歷程度 是比較大呢 就 當然 就 有幾個 原因 就是 第一個 可能現在 羽毛球 入了奧運 變成 可能 受社會 各界的 重視程度高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 獎金 也提升了 第三 就是 剛才你所說 就是 直接得分裂 所以 直接得分裂 也是間接 令到 運動員的 運動生命 可以延長一點 因為在現時的比賽 雖然要求速度力量比以前高了 但是對內力的要求 就少了 所以 很少見到 在比賽場上 就見到 有些運動員 全身抽筋 要抬出場 或者是 有些運動員 就可能 腳抽筋 或者這些 這樣的情境 就比較少見 但是以往來說 就是打救濟 就經常都見到 八球拳 對 尤其是 打單打 經常都見到 有些運動員 就打到全身抽筋 或者是 一直角抽筋 或者是手指抽筋 就是要抬出場 這些 就是經常都見到 但是現在 基本上就沒有了 但是受傷的 這個 情境 就比以前多了 因為現在是要快很多 和擊力很多 是 真的以前 如果是 鋁箱 真的一個小時 都不是長 都不夠 兩個小時 這些分分鐘都會出現 是 好 看回這裡 分數就是 4比7 落後的 就是 紅色3的組合 我們現在 開球的是 前田美信 他們帶出 有3分的領先優勢 好 好 其實這場 應該都會 很激烈 但是整個戰程 看到 雙方球員 好像 失不得 比較多 雖然已經打到 7比5 但是仍然都 打得 不夠放 雙方會有攻守 都在找機會 看 你看 這些熟式打法 真的要很有耐性 是 哎呀 扮波飛撲 想說 還有一個 突擊的